请不吝点赞 监察长 沙数据的话呢 我算是听明白了 沙数据非常了解李达康 他既肯定了李达康的贡献 又把李达康和欧阳京 彻底切割开了 我告诉你 李达康在离婚之前 是向沙数据和省委 做了汇报的 怪不得呢 上演大片的时候 李达康能那么硬气 李达康 这段时间 你们工作太紧张了 今天晚上我个人啊 请你们吃顿便饭 这打了败仗还问问什么呀 怎么是败仗啊 明明是胜仗啊 行行行 林总的好意呢 我们心领了 我还等他们回来开会呢 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看一看下一步的方向 是应该总结一下 不过梁达康我要提醒你啊 在夏季面前 一定要多说鼓励的话 不要老说泄气的话 我会鼓励他们的 就像您鼓励我一样吧 郑师傅 你是一个老党元老同志 在这种时刻 你可不能给党和政府添乱呢 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 党和政府是付出代价 付出心血的 光安置款就垫付了四千五百万 你们大家要珍惜啊 孙局长 这好话怎么都让你们说了呢 既然你们心里这么清楚 你为什么为难我们 那你不能给姐姐一块生产用地吗 这同志啊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 你才能明白呢 这不是没有地了吗 那就解决不了了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就是我回家卖红薯了 刚才没有地还是没有地嘛 你看看 下班时间到了 你回家添饱肚子 我回家卖红薯去 行吗 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事怎么说呀 明天上班啊 你排第一个 咱们再谈 那能不能谈出一块工业用地呀 那肯定谈不出来 没有地了嘛 但是我要跟你谈谈维稳 维稳 你跟我谈不着 我是新大捧场的董事长 要维稳你找那个公安局长谈去 不过你一定要谈 我可以找老检察长陈延实跟你来谈 郑师傅 你们就忍心哪 那老检察长多大岁数了 那儿子刚出车祸 到现在都没有苏醒过来 这 他儿子出车祸了 什么事 什么时候是 这个事啊 现在处于保密阶段 你既然知道了 以后别什么事 都麻烦老检察长 行吗 好了好了 下班 走 走走 下班了 我回家卖红薯去了 明天咱接着牌 走 走走走 怎么样 保总 这儿我来过 合适吧 你看这环境 这也忒破了吧 你办的又不是贵族学校 破点怕什么了 主要看的是质感 这个要排出来 绝对没得说 姨 那姨服呢 你看到我了 你俩干嘛呢 我们是那个来 我们就是 来捐款的吧 对 包总 啥 还 还 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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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拿好啊 来要给你开个券款搜剧了 开那玩意干嘛 不用 来 再来一张 老师不好意思了 是这样啊大哥 我们呢 是搞 我们是搞电视剧创作的 就是觉得咱们学校这个环境 特别符合我们的剧情 希望把咱们这儿 定为我们的主场景 那可太好了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拍啊 最好星期六星期天过来拍 孩子们都不散课 那这样大哥咱们就说定了 下周六周日我就带人过来 行 来 来 导演 那个场地费怎么付啊 给你们宣传 还要场地费啊 这回值得挣钱难了吧 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偷鸡不成 转十八米 可惜了那二百块钱了 还说什么空手套白狼呢 这狼没套着 还丢了一条套狼的绳 抱抱不开心 没事 全能花钱买教训 教训一 不要有年龄歧视 年龄大的人不能低估 就是 你看你爸 那能低估吗 大骗子呀那是 去 教训二 不能以貌取人 一脸憨厚相 也不能低估 那还有教训三吗 有啊 教训三就是 不能有阶级优越感 底层人民的智慧 更加不能低估啊 没错没错 真不愧是老板啊 两百块钱学到这么多知识 宝宝又开心了 跟我在一起啊 你全能重新上任回大学啊 研究生 全 大风场啊宝宝 那不是现成的场地吗 工会那个会议室 能装一百多号人的 还有食堂也能用 对啊 而且场地费肯定便宜 又是你爸的场 咱肥水不留外人田 就是你说 早没想到 可是 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 会不会连累到你爸 还有咱们呀 我想想 我觉得没事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大风场马上就要拆迁了 多适合王校长这样的骗子呀 到时候真出了事 厂房早没了 一片废墟 找谁去啊 说得有道理啊 那就是他了 咱们准备开学了 你高兴什么 我想 陈叔叔 我们今天得三堂会审 而且还有个案件总结会 实在是顾不上小皮球了 就得麻烦您自个儿去接一下 好 亮平都跟我说了 他奶奶去学校接他去了 我现在在检察院门口等他呢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 好 真好 好好 好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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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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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静 看你沉重了吗 在这儿呢 谢谢你啊 小皮球 小皮球 皮球 等等奶奶 奶奶 你先回去吧 我是让陆阿姨那做作业去 不行 不行 人家有事 快点跟我回家 来 找他去 小皮球 站住 老赵 我反贪局的 不认识了 知道你是反贪局的 你们检察长找你 检察长找我 是猴子局长找我吧 什么猴子局长 就是检察长找你谈话 不可能 咋不可能啊 我在这儿候着你半天了 还冒充反贪局呢 反贪局里有你这颗嫩聪啊 来 把叔伯给我 谢了啊 不客气说了 走 回去 奶奶呢 就让你给甩了吧 跑得倒挺快 哎 哎 爷爷 我不愿跟你和奶奶玩 只想跟路易克阿姨和猴子叔叔玩 你们老人都不好玩 过你们作业你们又不知道 我怎么不好玩了 我们玩的跟他们不一样 他就教你玩电脑什么的 爷爷教你玩打仗 好不好 好 来 拿着 这是炸小包啊 夹着 这 过来好 好 这 目标正前方 瀑布前面 好 好 好 你这干吗你说 好 屁活下来 屁活下来 行了 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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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衣服都脏了去 我跟你说呀 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都玩真的了 抱着真战个包 妈倒是 真刀真枪你爷爷那是 行 来 接着来 接着 咱们不玩了 不好玩 咱好玩 我饿了 快给我下饺子 我给你下饺子 下饺子 肉蛋子 肉蛋子 肉蛋下来 这孩子 和尚 和尚跑不了庙 下次还你接着来 这案件的侦查方向错了 但是案件的性质没有别 116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 和植物犯罪问题 依然存在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 蔡成功和丁一贞 也存在着相互勾结的现象 欧议长 你这个也是什么意思 你的视线 还是锁定山水集团吗 当然了 为什么不盯着呢 蔡成功和丁一贞 有勾结现象 并不代表 高晓晴和丁一贞 就没有勾结 可是现在根据 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 高晓晴和山水集团 恰恰是丁一贞和蔡成功 相互勾结之后的受害者 那陆处长的意思是 山水庄园 可以淡出我们的视线了 我的意思是证据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 山水极端有问题 我提醒你一下 丁一贞逃跑了 很多人会把屎盆子 往丁一贞头上扣 我们现在了解的 只不过是真相之一 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来 匿书家们都来了 晓晓哥 慢说慢说 来了 来来来 我向您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 这位就是我们这部戏的制片人 王老板 王老板 欢迎欢迎啊 幸会幸会 欢迎 这位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 知道知道你媳妇嘛 导演哪 导演没来啊 妈说 我就是咱们这部戏的导演 正导 对正导 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 郑总啊 什么时候改导演了 王老板 忘了给您介绍了 隆重地推荐一下 这位 新大风公司的董事长 郑熙坡先生 我的亲生父亲 幸会幸会 这可是一位身家千万的老同志啊 钱在多都是人业的 我就是临时给管着 低调 好了咱不说了 来来来来 请请请 陈科长 你来说说情况吧 是 经过今天对蔡成功的提审 我得出一个结论 蔡成功这个人 无诚信 无底线 无人格 现在有个词叫做烂人 说的就是他这种人 幸亏我们发现得早 才没有让他拖累得太深 不要过早地下结论 说说审讯情况 侯局长 审讯的情况 您和纪检察长 通过大屏幕看得很清楚 蔡成功到现在都没有打消 对你的幻想 他总觉得你可以保护他 怎么样 王老师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差不多 郑导要估咱们是不是开机 开机没问题啊 但是好像还有点手续没办 少手续啊 郑导咱们开机手续都办了 你说的是我那手续 但是我这二位演员副导演 他们找演员呢 他们的手续 郑导不急不急 你们先拍片子 拍完再付钱 工作第一 别别别 正当最实诚了 那向来都是先给钱后干货 还办了吧 那成 老马 你跟我过来 那也好 好好好 大家伙安静一会儿啊 各位工友 今天呢 电视剧组到咱们大峰来拍片子 下面 我们请电视剧组的 郑前导演 给咱们讲话 好 各位叔叔阿姨们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大峰 跟你们一起欢聚一堂 咱们这部片子 是一部励志片 名字叫做 新丝绸之路 对 新丝绸之路 希望大家能配合我的工作 让我们共同拍摄出 一部精品 好吧 老真的儿子还是导演呢 他拍过啥片子 拍过一部相对权利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拍的 那个编剧叫周美妹 还真不错呢 还可以啊 那个宝宝 马叔 你们去把这个崩子发一下 好 好 我说你这到底是演戏啊还是办学啊 这就是你说的什么教育产业 我说爸呀我这眼看着都要拍了 你怎么还跟我续到这点事啊 我不是怕你犯错误吗 你到底是教育产业还是文学艺术 我们这个啊 它既不是教育产业 也不是文学艺术 是教育与艺术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东西 爸 您就别再问了 我要不是看着我这帮叔叔阿姨们可怜 想让他们挣掉 我犯的招是到你们这厂子来拍啊 行了行了行了 甭说了啊 蔡成功自己说得很清楚 她和丁一针勾结做煤炭生意失败以后 说是找钱自救实际上就是坑工拐骗 对大风厂的持股员工 对看东各个银行 对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窟窿 她最后是为了保命才孤注一掷 举报欧阳景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因为她以为有侯局长这个靠山 关于保命的问题 你问过蔡成功了吗 陆下上面都有 大家可以调运 我先简单说一下吧 一一六事件爆发之前 蔡成功被第一个高利贷放款人抓住 关在一个高不过一米 宽不过半米 长一米二的狗笼子里面三天三夜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是种什么滋味 什么样的人受得了 蔡成功的老婆凑了八百万 才把她救出来 一一六事件爆发的前十天 她又被临城的一家讨债公司抓去 据她自己说 她被倒吊着拔头发 把大块头皮都被撤掉了 她为什么不报案呢 她说她不敢 因为非法集资案正在查她 她的老婆被迫卖掉了 她自己和父母名下的三处房产 得款一千三百万 这才把蔡成功第二次解救出来 出来以后 她就以上访的名义去了北京 她去北京不是上访 是躲债 没错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找你这位 反贪总局的侦察处长 她是想通过你 来吓唬她的合作伙伴丁一珍 好让丁一珍继续帮她 赖山水集团的账 新四桌之路一举二次 好 来 预备 开始 快点 谁喊停 谁喊得停 谁喊得停 郑导 我是导演谁敢喊停 宝宝谁喊得停 郑导 是 你看我们这是 培训班的开学典礼 你看这个这这演员的服装 也太不统一了 我车上有 我先拿去 哪那么多屁事呢 郑赫啊这小钱 真费劲 郑导 话不能这么说 得精益求精 你这是艺术作品哪 对 马叔您说得对啊 艺术品得精益求精 我错了 郑导 我和你爸 能不能演什么角色 这这这 我不演啊 没事 他不演您演 您演个什么呢 这样 您演一个 教他们刺绣的老师 行吗 老师啊 一会儿他们在那刺绣 然后您就站着 给他们做指导 您再把您那花镜带上 这就像了 好 这蔡成功的问题啊 应该叫由法律来处理 怎么能够非法拒禁呢 陈科长 你和市公安局说一下 蔡成功现在的案子 并案给市公安局了 让他们去查 怎么查 像这样的民间讨债情况很普遍 是啊 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了 而且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要不然像蔡成功这种无赖 他能还钱吗 我们是有法治的国家 就算蔡成功是无赖 也不能对他滥用私刑吧 行了 没话吧 说说欧阳京的情况 小伙子有基础啊 这个针脚再腻一点啊 我妈叔演得还挺好 好听 非常棒啊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演得特别好啊 笑得都非常自然 怎么样 王老师 多精神 这才像个技术学校样子嘛 那咱们这就OK了 OK了啊 各位阿姨OK了 等等 郑总 咱这个是夏季 是不是得把电扇打开 好 这么冷的天 你开电扇啊 你没看都什么岁数了 都会把人给冻坏了 老郑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拍电视啊得敬意求精 是吗 你看那个陈卑斯演的那个小品 吃面 那吃了多少 面哪 对劲一求精 小陈 把电扇全打开了 再来 我说你快点行不行啊 把叔叔阿姨们动病了我找你算账 我说爸 这不是拍戏吗 这个 这是艺术 叔叔阿姨们这是为艺术奉献的 各位叔叔阿姨啊 我们辛苦辛苦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好好 好好好 再来啊 好好好 再来啊 坚持坚持 来 再来一个 好了预备 开始 郭阳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面对我们查证的事实 他承认自己收回五十万 但另外一百五十万拒不承认 鉴于蔡成功的人品 他举报欧阳京收回两百万 我觉得值得我们怀疑 好嘛 现在蔡成功倒成了说谎的孩子了 没人相信他 连灵皇后都怀疑他 不过这怀疑归怀疑 欧阳京该怎么查还是怎么查 尤其是银行方面 要加强力度 为什么 因为蔡成功在汉东 像很多银行都贷过款 所以他绝对不会 像欧阳京一个人行会 应该是一伙人 就拿这二百万来说吧 五十万给了欧阳京 其余的是不是分给了其他人 我们都要查清楚 欧队长 要不要给大家订个盒饭啊 吃完饭之后我再接着开会 乱来 行吧 散会吧 今天就在那儿 哥 你怎么不吃啊 你吃吧 没饭 又是为欧阳嫂子吧 嫂子也真是的 什么都好 就是不知足 你说你 这么早老公子去世了 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也没听见你 天天的怨天诱人 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样吗 孩子上大学了 我在你这儿干着 还有一份工资 多好啊 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里 不是说人要知足常乐吗 人啊就得知足 是啊 我跟你嫂子离婚了 毕竟也是这么有些人的夫妻 你 是我怎么跟佳佳舅呢 是 王总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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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进 黎叔队 黎叔队 才吃啊 坐 好好 请吃 坐 饱你好啥的气 刺绣技术哪加强 中国竞争造新春 停 各位叔叔阿姨 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 圆满完成了 谢谢大家 法叔辛苦辛苦啊 成功了成功了 这就完事了 半天不到就结业了 不是 对啊 这就叫艺术啊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对吧 郑导 你看看我马上就等 爸 这个拍戏啊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样的 我跟你说 您也听不懂 算了 您呢坐着吧 您不懂艺术 王校长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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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愉快啊 合上 好 李大康知道 欧阳京同意离婚 王大陆起了关键作用 这么多年来 对王大陆的防范 让他心生歉意 他想和王大陆好好聊聊 聊聊自己的孤独 尤其今天前妻出事了 他才忽然明白 一肚子的话 也只能对这位老朋友讲 拘留 李淑姐 李淑姐 这个消息可靠吗 今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检察院的机长命 检察长给我打电话 收贿杨金 涉嫌收贿五十万 证据缺错 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还能怎么看 李淑姐 就在意料之中 能不能好好说话 日无其名 好 大哥 有个事实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青州城市银行 是家地方银行 管理上一直很混乱 在他们那儿贷款 是有潜规则的 除了正常的贷款利息之外 还要有一至两个点的 额外费用 这一至两个点的返还费用 是不是贷款单位的 行费费用 业内叫防点 反一之两个点 谢谢 再见 刘姨 再见 刘姨 回头我来查理看你们了 好嘞 再见 你看我说吗 你又说什么呀 爸 这拍戏不像拍戏 是办学不像办学 你要说拍戏 主要演员呢 那我帮群众在这儿 你要说办学 应该人家给你钱才对啊 你一针给了人家五十块钱 爸 就这点事 打我没拍您就开始跟我序斗 现在这会儿我都拍完了 您怎么还没忘了呀 那钱不都是给大伙已经分了吗 爸 今天这事您组织并且参与了啊 要说我一旦犯罪了 那您也罪责难逃 你看我说这事可疑吗 这都罪责难逃了 你快别吓唬爸了 爸 我保证啊 没有您的罪责 怎么样 宝宝给您保证了 没您罪责 没事 放心 去 跟我马叔玩会儿去 爸 去 来 那个 那个 那谁 来 王老师 王老师 走 咱们出去说两句 说两句啊 好 别动了 王老师 这次我们阿尔法公司 可是分分没取了 你们没取 我这还倒付了七千块 王老师 您等会儿 您那七千块钱 可没进我腰包里啊 那钱是您付的场地费 跟群众演员费 咱再确认一下啊 王老师 一旦说您骗政府 给四万八到了手 可赶紧地把那六千块 那招生费给我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用人格担保 要不我就再发个誓 政府这钱到了 我要是不给你们 那就天打我雷轰 当然 这一日两个店 也不是欧阳一个人拿 从放贷人员 到层层审批人员 包括封控部门的人 都拿 不是 他们横长拿 拿 也拿 欧阳跟我说过 他不缺钱 他不想拿 可是他不拿 别人也没办法拿 包括横长 欧阳没跟我说过 跟你说你也不听啊 大康 这事也不能全怪欧阳 这事我有责任 大龙 你跟你的大陆集团 到银行去贷款 是不是也行贵 跟我说实话 我要说我没行贵 你肯定不相信 咱们可都是明媚人 我不相信的事 你千万别说 信不信在你吧 我没行贵 包括对欧阳 我和我的大陆公司 存款贷款 全是通过一家财务公司 我向这家公司 支付财务费用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 哪儿还有诚信呢 就说这个王校长 说好了 是跟我们阿尔法公司 一起联合办学 现在倒好 办着办着学 还改拍戏了 我跟宝宝 好像现在是 给他打工的 师兄姐 你们教训这事 办得不顺利啊 不是不顺利 是太不顺利了 爸 最近我们干什么 什么不顺 连钱都来得慢了 我觉得 改名叫挣钱之后 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啊 抢银行来钱快 你们怎么不抢银行去啊 好主意啊爸 宝宝 这么着 你把你的丝腕拖下来 我们明儿俩 一人套脑子上一只 我们俩抢银行去 好嘞 行了 别闹了 现在你以为 干什么容易啊 爸 你们还不容易 不是说市里 给你们支持了吗 还有那老陈头 不是给你当顾问的吗 哪儿啊 到现在我们连 那个厂子的地 都没找好呢 那孙区长 那老哄我们 该 我跟你怎么说的 让您送礼您不送 这年头不花钱您想办事 可能吗 哎 我还就不信了 这是原则 我还就不送礼 是 胜利啊 宝宝 要不然这么着得了 你们俩到我们 那个大方厂来干的了 哎 你刚才都看见了 那些叔叔阿姨 不都挺好的吗 嗯 爸 咱们俩还说好了啊 您呢 继续走您的独木小桥 我呢 走我的阳光大道 呸 还阳光大道呢 没看出来啊 我这挽救你们俩呢 哎呦 我可不用您挽救 您呢 还是自己先挽救 挽救您自己吧 啊 爸 您也别灰心 你看 等你们厂子办好了 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合作 哎呦 瞧你说的 我要把厂子办好了 那老子还有你们俩 你小子聪明啊 利用财务公司 预先设置的防火墙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民营企业难办 谁都惹不起 见到钱又想赚 不是有人说吗 中国的企业家 不是在监狱里 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我在政府部门待过 我知道有些事情 早晚会出问题的 所以就预设了防火墙 大康 你放心 我跟我的大陆集团 从来没有向欧阳行过 欧阳曾经跟我说过 这些年 你一直在资助我的女儿 能跟我说说吗 大康 这事你就别管了好不好 我帮欧阳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这么多年 我也没求过你 你也没帮我办过任何事 你可别忘了 你我易学习 可都是曾经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是 是 当年还是你跟艺书记 资助我下海经商的嘛 这正是我要知道的 大陆 你把我跟易学习 给你的创业款还回来之后 你有没有 给欧阳京跟易学习的老婆分红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大哥 你什么意思 你叫我来就是 就问这个 大陆 我相信你 还有个事求你 欧阳京 现在是拘留 接下来 就会批捕 你说我怎么跟女儿交的 我今天下午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 她都不接 发信息她也不回 是的 佳佳对你产生了误会 以为是你让人抓了她妈 所以我求你给她打个电话 向她解释一下她妈妈的情况行吗 行 你放心 这个事我一定尽力吧 不行 我就非没关于她 跟佳佳说 我还是希望她回来 她不回来也行 就是 不要抱怨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妈妈的 只是她妈妈 不小心 失足落水 放心 我回去 马上就打电话 你先打电话 自己先打电话 走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 我两句差点 尔毛 你真発声 可对 刚才是一样的 周科长 要不你到后厨看看 我觉得应该是他 这不是丁市长吗 还真是您啊 你 你是谁啊 我是荆州五金公司的 您到我们那儿是查过 好 后厨是不让我们进来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丁市长 我来要点醋 好 我给你拿去啊 走 兄弟 我想请你帮点忙 您说只要我能帮上的 我一定忙 不好意思啊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周 叫我小周好了 小周 对对对 小周 你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探亲的 我是来这探亲的 我妈呀 就定居洛杉矶了 我明天就去洛杉矶 我就是被人从洛杉矶 绑架到旧金山的 是吗 我说你一个市长 怎么跑这来洗碗来了 你到了洛杉矶 就去找我妹妹 我妹妹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餐馆 你见到她 跟她说一定想办法把我救出去 好好好 我我给你洗个条子 她见到条子 她会好好谢谢你呢 湯姆你干啥呢 这位客人有点醋 对洗碗去 再和客人搭话 小心搁你舌头 谢谢啊 好好好 山血 就好这口 来点 我不喝你喝 哇 我去了 老板 再给来点醋呗 你把醋当水喝啊 都来喝呢 等你喝 好嘞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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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定一君可能被劝反 很有可能 她现在这种状态啊 还真不如回国坐牢呢 那好吧 赶紧向B队顾报吧 好的 走 我脑子里过了好几遍 蔡成功是个遗阵 我们的侦查方向没有错误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想办法撬开欧阳京的嘴 另外密切注视和丁一真有关的一切信息 这个丁一真总是能及时逃走 咱们内部啊 一定有姓汪的 那我们就得找出 这个姓汪的人是谁 你觉得李达康会不会姓汪啊 那你觉得 赵东来呢 他不是胡司令的人吗 吴阿姨啊 陆一可在我这儿了 后局长 今天我要批评你了 你误了我的大事了 你知道吗 一可跟我说好的今天早点回来 我托人啊 给他介绍了一位 汉东大学的副教授 约好今天见面的 你看看 现在都几点了 他还在你那办案子呢 打到他手机他也不接 诚心的吧 对不起 吴阿姨 我不是不知道吗 那现在来得及吗 已经耽误半个小时了 南方还在这儿等着呢 你说我急不急啊 后局长 你必须亲自把一可 给我押到现场去 行 我一定亲自送他到约会地点 好吧 我以为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原来你是逃婚的 我就是来安慰你的 什么逃婚啊 我最烦相亲了 弄个卖肉了似的 我就不走了 我就不走了 我赖你这儿 我急死他们我 我说陆大小姐 你行行好行不行啊 你要不去的话 你妈一天三顿 往这儿送饺子 还都是芹菜肉馅的 我已经找到 我且我要 操作回你 我幸好 你先是个卖肉